本来是开开心心购买像这样 自己煮的麻辣锅要在教室里大快朵頤 结果这几名大陆大学生说 汤还没滚 整锅热油却炸开了 十几分钟吧 反正就感觉还没怎么刷开 就是辣油然后就整个全部都爆出来了 一下子就爆炸然后它的射程就很广 根据现场学生形容 高温热油喷溅达三四公尺 烫得他们眼睛睁不开赶快到医院求诊 火锅爆炸听起来匪夷所思 但大陆海底捞随后澄清 从监视器画面来看 是学生们烹调步骤弄反了 才会酿成意外 先下的底料后加的水 然后也没有搅动 然后突然那种炸过险 事件引发大陆舆论关注 有网民贴出照片 说火锅料上都有说明 要先加水再加底料 而且适当搅拌 连电视台主播都直言 意外发生的原因 根本是缺乏生活常识 其实有点做饭经验 生活常识的人都应该能够理解 先放油料再倒水 还没有搅拌 这油料就是一个湖底的状态 你在加热之后 只要不出意外 这个炸锅 这个崩 那必然发生 大陆海底捞 近年来面临严重亏损 去年底还一口气关掉 300家电 这次货不单行 外卖火锅伤人 虽然大陆舆论普遍不觉得 是海底捞的错 但业者表示已经退钱 并且帮受伤学生 付了医药费 TVHN 严瑞生 庄志伟 综合报导